原算不分早晚只为等你而来 大家好 这里是由专注种植芽的国建口腔医院 冠名播出的原来不完 我是主持人燕子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田大哥呀 今年75岁 田大哥跟我们说 之前呢 他经常会去参加一些卖保健品啊 或者是卖产品的讲座活动 去的多了呢 他也总结出来了 那些都是骗钱的 但是呢 还是板不住总去 为啥呢 大哥说了 自己在家太寂寞了 去那儿呢 也算是个营生 不过呢 被骗的次数多了 大哥也意识到了 与其把钱给那些骗子 还不如把钱攒起来 找个好老伴 好好过日子 你好 我是红娘 算你啊 田小春 75岁 双阳区卫生局司机退休 离役 退休金4300元 家住双阳 住房面积90.25平方米 70几了 75块 这也太不酱了 太精神了你 我先走啊 多少瓶子这个 90.25 90.25 选择也挺宽散的 这花吧 这都是我花钱买的 那个君主兰是拼得多 可是拼得多 花50块钱买的 你平时喜欢用君主啊 平常别的我也不会啊 我就会拼得多的 什么淘宝呢 又是什么京东呢 我也不会啊 我也不简单啊 这个年龄 这纸 这纸 这纸也是在拼多 拼多多买的 是烧热水的 是吧 这一打开就拼得去开水 也是在拼多多上买的 啊 烟门片 嗯 这个比如这个茅材 在哪里买的 这个也是在网上买的 嗯 这个就线一线户 这都是在网上买的 都是在网上买的 你看我这个 你这么爱广告啊 哈哈哈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广告的呀 广告的那有二三年了吧 二三年了 对啊 啊 没过这个 那你算没算过 你这广告花多少钱的 那 可以花广告不一钱的 算不出来 你是看 你是觉得网上卖东西实惠呀 可以咋的 不是卖东西实惠 我看的好 他我就买了 看见好的东西就想买 当红娘问起田大哥 为啥这么爱广告时 田大哥也倒出了心里的苦水 这个广告就是 花这两钱还差不多 还不算啥呢 我跟你说 我愿意骗那钱 那得多钱 嗯 哪里骗 骗不都骗那些老头老太太嘛 嗯 当然当然这也给你几个鸡蛋 给你讲课 讲课还说我卖你东西 这是这还要吗 啊啥时候的事啊 你看上这儿 啥时候是前年的事 去年我一块就不讲呢 这都被骗了就不整啊 嗯 这东西都整不了了 都让我给回去了 这个里边这个东西 这这这这都是 都是花钱 都是那么一样骗来的 这这这这啥啊 这个是豆浆鸡 就两年以前总是买这些东西 然后被骗 然后后来两年以后就开始从往上买 对啊 后时候我就不参加它那外 现在我连影都不养 好 当时当初得骗了多少钱 算一样 前年就愿意涨去两万 去年 前年涨去两万吧 就是这个春节之前 就谁都不知道呢 还愿意涨去一万 完了大前年 那一年涨去三万五 三万五呢 都进关了 就到法院 到公安局都爆难了 但是现在没信 啊 你这是属于什么活动啊 在哪参加的活动 就老年 老年人的什么 西洋购了 西洋购了 又又是什么 反正是老年卖保健品的 他玩 就是这卖他玩 妈 你是因为买保健品 是不是他还给你几个鸡蛋之类的 对 最开始是给你几个鸡蛋 他就给他饮药 他就给他饮药 嗯 小恩小慧也饮药 我忘记不着 哈哈哈 给你什么 嗯 两嘴挂面了 嗯 给你发十个鸡蛋了 啊 就这种生活型啊 你去吧 啊 去完之后 熟啊 大爷的 这跟他可进去了 好好的 这一整处的感觉不错 行去去吧 去吧 我来一看多云 马上买 我说不管不用 哎呀 手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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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嗯 行来就买块也吧 吃自己工作 那你说 那你说这一次一次上蛋 挺非有那个意识到费的问题啊 也知道 也知道 也知道费用上蛋 知道上蛋 但是来讲 他就板不住 原来啊 田大哥是参加活动被骗之后 才选择网购的 田大哥说 其实也知道那些推销员 之所以这么热情嘛 是想让他买产品 可他自打退休后啊 就没啥事干 人一多也能热闹热闹 这归根结底啊 还是跟自己一个人在家 太孤单 太无聊 有关系 那时候刚这几位没啥事 今天晃的 上去坐一会儿吧 停一会儿吧 而且有点啥营事 这回头是 你现在就是不买这些保健品啥的吧 不买的 真不不都不要了现在 别说买呀 是啊 田大哥跟我们说 这些年上当受骗的钱啊 还真不如攒下来去捋捋游了 田大哥最开始在承建局当司机 后来又调到卫生院当司机 提起那时候当司机呀 田大哥 可是风光了一把 我是隔谷县里的开车的有名的 飞虎队队长 我车队就是四台车 我是队长 人都光叫飞虎队 我们那几个开车都快 但是司机跟现在司机没法比 现在司机到外面没人拿大人的 我们那时候呢 到哪儿去都是起 到哪儿都公公正正的 那时候司机这么好动啊 那时候司机少车少 像我们这大汽车吧 走到舍岭了 又是这双羊那儿的 把这下能生去吧 大气之后 那小孩都跟起来跑 你要看 虽说过去当司机是个体面活 但是啊也挺辛苦劳累的 可田大哥说了 那时候下班回家想吃个热乎饭 都难啊 你就是累不累的说啥话 你过家的 你回到家之后 你本身就是家的妇女 那时候也不上班 对不对 啊 不得把饭饭转应他 不行 到家找不到人 跟他一说说 这打麻将没到把数呢 打麻将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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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麻将得得得得得多圈啊 那时候啊 那时候你看他打麻将 你就没教他呀 准备让他回家做饭 你咋叫呀 叫你啥呀 你都把他玩麻将 插了几把了 你说我说话还不好听 我姓个二级 你跟我跟一般同事说话可以 我也跟他说 你找一级眼 田大哥说 他不反对前妻打麻将 但不能以那为职业 久而久之 两个人总吵架 选择了离婚 女儿也早都成家立业了 田大哥也得考虑考虑 自己的后半生了 找一个心肠好一点的 因为人的长相嘛 也得说得说拿说手的 干净利索的 另外这人得长得白一点 长切的也不像我切的妈也得 那就不行 他得连人 就别人瞅得不烦 现在有些人 一见面就没有人缘 就像别瞅我似的 一瞅就弄过来 那么行 我瞅这人得不错 一瞅不光我瞅 一瞅别瞅 这人挑不出包他 一瞅有些人吧 坐地他就烦人 可面前就能看出来 看出来了 好不好接受 你跟人一接触 咱就知道这人怎么样 坐风上的 你想你们跟我接触 这么长时间来 那我肯定不急着拉扫的 肯定不得色的 另外可见阿雅 你怎么亲这儿舞的 这都行 你到外头都得像个影 装嘛就拉一会儿 装一会儿装不了 你有的时候这个外头 就是大概 那就是 是那么见不舒服的 你说那能行吗 真有意思 我绝对不会 我绝对不会难的 我找得像主要 哎呀又谈的事的 主要就是给我 整个饭上的 做饭 别的没让说的 平时不太会做饭的田大哥 每月花一千元 雇个小时工 来给他做做饭 所以在田大哥眼里 如果女方会做饭 那就再好不过了 那么长相白晶 又顾佳的李大姐 会是田大哥 要等的那个人吗 你好 我是红娘 倩倩 真年轻 谢谢 李贵珍 68岁 会计退休 丧偶 退休金2700元 家住长春 住房运计80平米 行行行 太年轻了 行 走吧 来上去吧 好 哎呀 最近小姐真好看 大姐 你家东西为啥 费得这么多呀 我这是要拿走 拿到我那个房子里头去的 我那个房子马上就去 我就要搬到那边去 点东西 在七十堂呢 我在那会儿买的房子 咱又买了一套吧 买了一套80平的 它已经装饰完的 挺好的 是全款吗 是全款的 那你挺能攒的 那口罗度攒的 那个房子是80平 80平 现在这个呢 这个358平 这属于公租房 那咱最开始就住公租房了 不是 我原来是在七十堂 有一套房子 它是三阳的 我就给它卖了 三阳的热 这我见相亲对象 咱在哪块儿 我想在那个房子 那是啥呢 因为我不想让它 到这个连住房 有这个不好的印象 我想在那个房子 你怕它介意这个事 对 那它在想 你连个房子都没有 你就公租房 虽说李大姐的新房刚买不久 还未过户 但她也想和相亲对象 在新房子碰面 李大姐之前啊 一直从事会计工作 谈起工作呀 李大姐可谓是一脸的骄傲 我那个工作特别认真 比如说存票吧 又是差两分钱不便 我都得重新找一遍 那个领导非常信任我 对我的工作特别放心的 尤其做会计这个活 就是差错不能处 对呀 工作认真的李大姐 获得了不少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证书 退休之后 她有时跳跳广场舞 偶尔旅旅游 这都是为了出去散散心 爱人于2004年因肺癌去世 一提到爱人的离世 李大姐就难言悲伤 想她想的 不敢提 我们同志从来不敢跟我说 一说我就提我家老刘 一提老刘我就会流眼泪的 后来同志都 一看我这情绪一变动 她就往别的地方刹了 她得了绝症以后 我一宿抽白了头 头发全白了 这是我在小说里头看见的 我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知道她得了绝症以后 我们一家三口抱头痛苦 痛苦完以后 晚上第二天我哥在我那 我哥说哎呀 那人呢你这头部怎么的了 我说我头部怎么的了 我照镜子一看全白了 我真的是 我就想到她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我在伺候她期间 我后半夜两点钟三点钟 都说这个时间段吧 老天爷是在看的 我就虔诚地跪着窗台那块 我就跟老天爷说 我说把我的寿命给她二十年 我少活二十年 老天你救救她吧 求求你 我当时求老天 老天也没答应 她到底还是走了 即使李大姐虔诚地为爱人祈祷 爱人也难以逃脱 病魔的无情 痛失爱人后 李大姐难以接受残忍的事实 陷入了对丈夫的深深思念之中 后期我都得了疫病了 想她想她 我们上班那个地方是在静岳 我上班车了 我就说老刘啊 我上班车了 我要下班车了 我就说老刘啊 我下车了 我回参加了 我在情不自禁地跟她说话 那时候就那样 你 Terima kasi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